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爆浆虎皮具 然后中间是蛋黄馅的 火皮蛋糕特别的软 火皮蛋糕特别的软 我要一口辣的一口甜 火一样 血沸汁 火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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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火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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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很香 但可惡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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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西瓜 但它很是用的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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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在嘗嘗的 太嘗嘗 很像是用的 很像是不可吃的 很湯 很像是很湯 很像是不可吃的 所以它越來越多了 就算是很湯 很湯 但是像是太陽 甜辣配黑白女神配 甜和辣真的太配了 吃这个爆浆卷 刚刚那款它那个沙拉酱比较少 这款是沙拉酱比较多 这个是很酷的 很酷的 但是很酷的 我尝试了 很酷的 就是吃了 很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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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吃是不是太爽 嘴巴总是沾到 虎皮的蛋香还是挺浓郁的 你们喜欢吃哪家的虎皮卷 蛋母来一波安利吧 喜欢吃甜食的妹子应该很多吧 我觉得每个月 只有那么几天特别想吃甜食 我们家楼下新卡尔加面包店 我真的每次遛狗的时候真的是 我都会在这买一两个面包 每次吃这种沙拉卷的时候 就是吃的时候前几口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然后吃到后面就会觉得很腻 然后心里想说我天我再也不吃这个东西 然后过了两天之后我好想再吃啊 有同样感觉抠给你 让我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同道中人 其实不配着这盘辣炒米粉的话 这个吃起来确实会很腻的 特别是最厚的时候 但今天急着我点了辣炒米粉 平时我只敢点微辣 今天我点了中辣 但吃着这个 就吃着这个沙拉卷配着这个爆炒米粉的时候 腊度边会降低 然后力度也会比较低 吃货小天才 它里面的这个蛋黄现在比较细腻 我觉得应该会有绿豆在里面 就是不然蛋黄它不是那种沙沙的质感吗 这种蛋黄馅就是吃起来比较绵密的那种感觉 很炒米火 好 是 老红 沾着这个腊卤 今天是芹菜吃对了吧 今天视频先到这里吧 拜拜